遇见你 罗云西接受谈松韵 还原初恋的美好与苦涩 哭啥 我了最近因为香蜜的润剧 那个鲜鲜儒雅的大殿 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我们的罗云西 于是忍不住开始了对她的考古之旅 于是和这部最美的时候 遇见你结缘 于是现在哭得稀里哗啦一塌糊涂 于是想看看有没有人 如果这般被罗云西和谭松韵韵哭了 于是熬夜敲下这万千思绪 只求能秘义之音 谭松韵饰演的遇见你女主杨芳芳 和郭阳罗云西饰演可以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小学时期是一对总爱护对的冤家 初中的时候女主出路成情形玉璃的美少女 不少男孩垂涎芳芳的美貌 偷偷给她写行书表达自己的爱意 当然我们的男主顾羊也是其中之一 那时的女主心中也是喜欢她的 每次都会偷偷地寻找她的身影 只因女孩子天生的矜持心作怪 不曾回应男主的心意 后来女主全家搬迁离开了小镇 一段美好的初恋还没来得及开始 就这样结束了 原以为就此错过的两个人 不会再有任何交集 没想到距离都无法阻断这份懵懂的情感 终于女主鼓起勇气回到了故乡 想要遇见自己心心念念的她 邂逅属于自己的爱情 初恋总是那么的美好 那么的甜蜜 那么的分不过深 不给自己留一丝的退路 只是太深沉的爱 一般人怎能承受得住 女主的爱浓烈而又脆弱 她把男主当成了自己的全世界 想她 念她 爱她 为了看她一眼 宁愿站千里路程也要回来陪着她 她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的双手捧给她的同时 又担心她并不在意这份爱 爱得深沉 却依旧逃脱不了女孩 在爱情里容易患得患失的天性 一次又一次的试探 女主不断的在失望 而男主在一次次的试探中加重身心的疲惫 终于 女主最后一次分手时 男主沉默了不再挽留 男主扎呢 似乎不能用扎男定义她 毕竟在感情上 她未曾做什么背叛女友的事 或许 只能说她并没有那么爱女主罢了 至少没有女主爱得深 有人说 男主没有错 是女主自己太做 太黏人 可笑 哪个陷入爱情的女生 不想与自己的爱人朝夕相守 哪个坠入爱河的女孩子 不想让自己在意的那个 她多在乎自己一点 女主把自己全部的爱给了她 却没有换来她和自己一样的在乎 这时候的女孩子会不安 会心灰意冷 会怀疑对方对自己的爱 难道不是在情理之中 若男主能多在一些女主的心情 能多些解释 我想没有哪个女孩子会真的无理取闹的吧 女孩子从来不是真的想要控制自己的男友 或者是让她失去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自由 他们想要的从来 只是希望对方可以多将自己放在心上 忙着做其他事的时候 哪怕只是三两秒的想下自己 女孩子的内心也是满足的 有位网友感叹 男人这辈子最可悲的就是 在自己最无能的时候 遇见自己最想保护一生的人 这句话的确是很多男孩子放弃爱情的理由 看着似乎是很合情合理 还很容易让人为之动容 只是 你们低估了一个深爱里 我们的女孩子的决心 若她能感受到你的在乎 感受到你心中有她 她愿意陪你吃尽这天下最苦的苦 受尽这人间最累的累 感谢观看